加倍的服务 加倍的放心 欢迎收看今天的嘉莲太平健康100分 我是Vivian 我们上一集谈到忧郁症 由于可以谈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请到 我们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元凯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帮我们继续分析 林医师你好 你好 谢谢你上一集跟我们谈这么多 那其实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你 比如说是怎么样形成忧郁症的 那成因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是的 忧郁症的形成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的知道 但照我们现在目前有的经验 跟这个所有的研究 这个很多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的 某些分泌物的不够 随着我们的科技发达 更多的不同的分泌物随时在被发掘中 是那其实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好朋友 那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 那怎么样的人是容易比较 容易罹患忧郁症 我想根据我们的经验 真正的这个忧郁症在形成的时候 大部分第一次发生 都是在这个所谓我们青少年期 或者十几岁二十来岁 可能就有第一次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忧郁症的开始形成 那随着我们的成长 这个包括说女性 我们知道女人比这个男人这个得罹患忧郁症的机会 是二对一的比例 是因为荷尔蒙在作罪 这个几乎我们可以确定是 跟荷尔蒙的这些分泌的这些失调 都有节节相关的因素 所以女生会比男生罹患的比例高一点 事实上也是如此 那林医师你今天来到现场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呼吁一下 如果真的发觉自己可能有忧郁症的倾向 应该要怎么做 对 好 我们知道说这个到处 全世界我们常常听到说青少年有这种自杀的倾向 或者说家里有谁 也因为罹患的这个忧郁症造成这个自杀 这是都很不幸的结果 那这都是因为情绪低迷到一种地步 往往说对自己产生的这个没有价值 或者甚至有这个罪恶感的时候 会造成很多的不幸 所以有了这些经验的时候 确实要这个 要赶快去看医生 就一定要就医的 那医生您这边治疗的方式会有哪些 我知道有药物可以控制 那还有哪一些呢 那讲到这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 各位这个群众知道说 一般我们说情绪低迷的时候 常常说我们来鼓励这个人 精神上的鼓励 或者说家族的这个support 那我们觉得说是我们个人的这个 这个个性不够坚强 这某一方面的缺陷 事实上不能这么去治疗这个所谓忧郁症 真正的忧郁症不是说我们三言良语说 come out of it 走出来 就是坚强一点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想就说在从这个职业 从这个专业的眼光 你需要接受可能不同的治疗 包括说跟心理咨询师 这时候要一起可能都是需要一起配合 可能我们是第一线 可是因为一般的人不会自己 说我去寻找个这个精神科医师 他们经常就是第二线 在我们无法真正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需要再进一步的这个治疗 这当然包括药物 心理咨询 甚至我们知道传统上从1940几年 很有效物的一种电疗法 不光光包括说内科医师 家庭医师 心理科医师 我们还需要包括甚至心脏科医师 因为需要电疗的这种治疗 包括这个麻醉死医 所以这包围的范围很广泛 谢谢谢谢林医师今天到我们现场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看完这一集 不管是您自己或身边的朋友 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必须赶快去跟你的家庭医生联络 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 谢谢收看今天的嘉莲太平健康100分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